而集合了来自国内外十位的艺术家 以海洋为元素的创作者 特别举办了金耀日的连展活动 连展召集人张毅表示 曾经在花莲出海过 从此认识金屯并且爱上了金屯 因此展开了这项活动的计划 期盼透过不同艺术家 激荡出不同的创作火花 并且希望借此来唤醒民众 关注海洋生态的环境议题 以海洋为主题的金耀日 Wale Breaching Day跨领域连展 即日起在Choker Choker巧克咖啡展出 金耀日音如日文的星期五金耀日 象征这次连展一群海洋系创作人 仿佛金屯要出海面的日子 而来自台北的联合召集人张毅 提出本次计划 串联起不同媒财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作者 在网路上是想要汇集一些 也一样以海洋或者是金鱼为元素的创作者 不管是认识的或者是不认识的 都一起在网路上汇聚以后 然后在社团里面提出来说 诶我们可能下次有个展览计划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那或许每个人提出各自的想法以后 会有一些火花 然后再把这个展览 就是透过我们这群人的力量 一起输出时间 前面那两幅小幅的 那是电汇的作品 是一位来自香港的茶画家 她叫Carol 对 然后她那幅作品的名字 就是跟这次的展览名称一样 叫金耀日 这件作品是芙芙的作品 然后使用的媒材是水彩 然后里面的主题是使用 画的是鹿脊精 跟其他人画的精种比较不一样 她的作者叫做Penny 然后也是花莲在地的创作者 然后她使用的媒材也是水彩 然后她使用水彩的手法 比较不一样 是这种润染的手法 所以可以看得到她的颜色的区块 是互相交错 而且是有一种很梦幻的感觉的 然后她的主题是使用虎精 并把一张画把它拆成五个部件 然后把它构成一个画面 那她们的话 经营一个叫做有feel的品牌 那她们其中一位 是使用漂亮木创作 然后其中一位是 用刺绣的方法来创作 那这次她们的手法 一样是使用 像刚才Penny一样 是用那个组合的方法 她们把漂亮木分做一块 刺绣分做一块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共构成一个 金屯药柱水面的画面来 她名字就是Ocean 然后她这次使用的梅材是 还养树脂 还有 回收的纸张 然后把这些纸张打成纸张以后 再把它重新塑造成纸座的样子 作者叫杰鱼 然后她本身是蓝染师 然后这次使用的 这次用的梅材是蓝染 然后后面她的主题一样是虎金 然后下一位作者的话 她是一位水下摄影师 然后是佐拉 她现在定居在花莲 那她这次使用的主题一样是大赤鲸 那她的大赤鲸是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 一个小的王国上面 叫东家王国那边去拍摄完成的 然后她的作者叫做罗本 那她这次是使用三件一组的作品 去呈现一个大赤鲸 要出水面的感觉 然后这次的呃呈现方法 就把它悬吊起来 让它有一种翻出水面的感觉 那呃再加上在呃 挂在灯光下面 会产生出自然的投影 然后也没有把它固定起来 所以它会自由的摆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蛮喜欢的呈现方式 张义因为曾经在花莲出海过 从此喜欢上鲸豚 他同时也是金汤匙的负责人 因缘际会关系 希望朋友的小孩 能含着金汤匙出声的谐音 选择适合小朋友使用的餐具 作为品牌的初始创作概念 张义表示 金药日的计划仍会持续进行 期盼在肺炎疫情趋缓后 未来或许能以施级的方式 再次呈现这些海洋元素给民众欣赏 金药日Weo Bleaching Day 连展 展期至5月11日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前往Choker Choker Choker 咖啡二楼 感受这些创作者的艺术能量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